Hello大家好,又到了MKC时间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农业维新品牌行销 在过去的传统农业 大部分的农产品采收之后 就会直接销售给供应商 而农民呢,他们只需要专注在 产业链前端的生产即可 而随着时间的变化 现今的消费者也开始重视 食品安全和身体保健 无论是产品来源、品质、新鲜度等等 皆为消费者所重视的焦点 而农民也开始采用 直接销售给顾客的方式 借此来拉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让消费者与农场业主中间能够产生连结 无论是农场业主的理念 品质的坚持 对产品的热情等等 皆可以透过农产品来传达给消费者 然而在众多产品竞争的当下 我们要如何让自家的产品一军突起 让消费者印象深刻 就是现在农民需要试着去了解 努力和经营的 而我们要如何一步步的建立品牌 我们可以参考下面几项的重点 首先是思考产品价值 找到品牌定位 而所谓的品牌 其实就是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 因此在建立品牌之前 首先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产品特色 以及市场需求 避免通知性的发生 而藉由STP的分析 可以对产品进行深度的了解 S就是市场区隔 需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选择预进攻的市场 而T就是目标市场 针对目标市场的使用者 做行销并且满足需求 而P就是定位 品牌定位清楚之后 才能让消费者记在心中 并且产生认同 例如宜兰在南澳自然田采用自然农法来栽培水稻 而他们品牌定位就是标榜的尊重自然 溶于自然 才能够始于自然的理念 所以他们生产的米的品项呢 虽然比较粗犷 也没有像一般白米一般漂亮 但是他们所要传达的品牌意涵 就是自然原始 而这个呢 也让消费者印象深刻且认同 反而让他们的稻米呢 卖得比一般的白米还要好 而第二个就是要创造品牌故事 建立品牌印象 品牌定位清楚之后 要让消费者和产品之间 产生感情的连结和认同感 而品牌故事呢 就是顾客和产品之间的 情感沟通桥梁 而品牌识别是以产品定位 品牌故事为核心 再借由品牌的产品的美感 顾客体验来向外层层拓展 让品牌印象能够扩散蔓延 例如新竹邮局 他开发的产品 好事会花生 他产品定位呢 就是要推展地方特色文化 关怀独居老人 那品牌故事呢 就是以好事会花生 这个谐音和顾客产生连结 那他的产品呢 会以特别的张目 五色线来增加美感 然后会邀请木雕大师 来为产品雕刻 以增加产品的价值 而第三是善用行销工具 促进品牌推广 产品诉求清楚之后 要帮产品拟定一套 行销组合方案 这也就是所谓的 行销组合4P 也就是产品 价格 通路 广宣 产品就是了解顾客需求 思考产品能为顾客解决什么问题 而价格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购买的成本 通路就是产品的目标市场以及管道 广宣就是产品宣传推广的方式 将产品的好处传递给消费者 而行销规划拟定之后 再借由公关操作 网路行销管道 例如像官方网站 社群平台 微网制 销售平台 影音平台等工具 将品牌传递出去 现在政府也大力推动青年返乡从农 青年农民呢 他们除了有许多不同的创意思考 也非常能够善运用 网际网路这工具 而相较于传统农业 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距离 也拉近了 而业质和顾客间 可以像朋友一样亲切 而坚守品质和持续经营 就是让品牌永续的不二法门 而对于农产品来说 如果品质没有办法保证 强大的行销宣传 只会对品牌经营造成伤害 因此产品品质是品牌最重要的基础 而行销宣传 吸引来的广大顾客群 需要靠服务来守住顾客 良好的服务能够让顾客有记忆 进而吸引顾客再次回流 因此要建立品牌 要先试着找出自家产品的特色 了解市场需求 找到产品定位之后 再为产品创造故事 然后利用所能运用的广宣工具 来为品牌做行销 并全力以赴达成目标 唯有用心经营 才能够让品牌渐渐让消费者看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